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有尿频、尿疾、企业多的习惯 以前这种情况普遍于老年人身上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尿频、尿疾、企业多的习惯 长期以来特别影响睡眠质量 晚上失眠多梦 白天没有精神 腰膝酸软 导致身体每宽愈下 这种情况是典型的肾气不足 肾阳虚的表现 要通过温肾、补肾来解决 俗话说 要补不如食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温肾、补肾、固肾、益精的食疗方法 这个食疗偏方是一位90多岁的老中医推荐的 很多人坚持喝了一段时间 尿频、尿疾、企业多的习惯都已经好转了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小节的铁棍三药 要把三药皮消除干净 三药首选铁棍三药 因为铁棍三药富含18种氨基酸和10余种微量元素 以及其他矿物质 所以它有健脾味 补肺肾、补中益气 健脾补虚 顾肾、益精、益心安神等作用 虽然铁棍三药的皮是褐色的 但里面的肉是白色的 铁棍三药是养肺的好食材 有调理肺虚、咳嗽的功效 还能够促进人体、皮肺健康 铁棍三药含有连液蛋白 有降低血糖等作用 可用于治疗糖尿病 是糖尿病人的食疗佳品 铁棍三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 其中铁元素含量比较高 食用三药能够补充足够的铁元素 有促进血红蛋白合成 增加血溶量 有很好的造血、补血功能 铁棍三药富含丰富的胆碱和卵磷子 有助于提高人体大脑记忆力 三药营养丰富 具有增强神经细胞活性 有补心气、安心神 治健忘、养心、抑制 增强记忆力等功效 去皮后的三药 我们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10克的芡食 芡食属于碎莲科 芡食味干、贫、无毒 它是一种补充益气 滋养强壮性的食物 但是芡食收敛增进作用 比莲子还要强上几十倍 因此芡食作为药用价值 有更多独特的药效 芡食由于小便次数多 梦仪、华晶、虚弱、银尿、腰西酸软等症状 都可以使用芡食来调理 芡食它有很明显的补肾功效 它能够治疗肾虚、小便不静 以及酒蟹 芡食它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芡食干涉、瓶、龟脾胃、腎筋 有健脾止蟹、益胜固筋、除湿、纸袋等作用 它可以跟白树、茯苓、莲子搭配食用 可以强壮身体 可以补脾胃 改善胰筋、枣蟹 可以直接肩服 也可以用来煮粥 长期食用可以补元气 不仅对男性益处多 对于妇女腰西酸软、白带增多 都有非常好的疗效 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放一盘备用 再来准备食客的三胜肝 三胜肝它被誉为民间胜果 它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 维生素、氨基酸、胡萝卜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具有多种功效 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国品 三胜胃肝、酸、龟肝、圣经 可以滋阴补血、身经润躁 临床上常用于肝肾阴虚 肾亏导致的头晕、耳鸣、木暗、昏花 关节不利、失眠、虚发皂白 都可以使用三胜 并且三胜中含有大量的乌发素 适当的吃三胜可以起到黑发效果 三胜可以保护血管 三胜中的亚油酸和亚麻成分 可以有效的抑制脂肪堆积 还能够及时的清理胆固醇 起到软化血管 预防血脂升高 所以中老年朋友平时 适当的吃一些三胜肝 用来泡水喝 煮粥喝 包汤都是可以 对于强生健体 有非常好的疗效 再来准备适量的小米 小米是五骨杂粮之手 它是五骨中最具有保健功效的骨物 中医也指出小米是五骨中养生效果最佳的食物 常食用小米能够养胃补肾 小米味甘贤 性凉 色黄入脾胃精 味贤入圣精 而且小米对于脾虚体弱的人 可谓是进补上品 可补中意气 颜年益寿 小米不仅是一个很好的药上食材 而且小米的养生功效也非常多 明代一家李时珍也曾说过 小米之味咸淡 气寒下肾 肾之骨也 也就是说小米性质偏寒 五味善 略带点咸味 大家都知道咸味入肾 所以小米具有非常好的益肾器 补圆趣的功效 因此李时珍也称它为肾之骨 小米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补脾胃 那小米为什么能够补脾胃呢 我们通常说胃肝入皮 黄色入皮 从五色上来讲小米是黄色 从味觉上来讲小米味道而咸 因此中医说小米能够合胃温中 在北方妇女生小孩坐月子 是不吃荤的 主要就是吃小米粥 可见小米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小米用清水轻轻的调洗两遍 然后控水捞出 放一盘备用 接着我们在砂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掀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我们再把小米加进来 再把其他的食材也全部一起加进来 再用勺子搅拌一下 防止小米粘锅底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在下方给我点个赞或评论 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接下来转小火慢煮40分钟 把粥煮至绵软 40分钟之后我们的粥也煮得比较绵稠了 这个时候加入一小把枸杞 然后再煮5分钟搅拌均匀就可以装碗了 这道粥吃起来非常的绵软湿滑 特别的好吃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早餐来食用 长期坚持喝不仅可以滋阴补肾 收敛止益 还可以健脾养胃美容养颜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保健作用 这道粥里面的嵌食和山药都有非常好的 顾肾易筋的作用 所以经常液料多 液料频繁 晚上睡不安稳 肾虚的这类人群可以多组织到粥来喝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